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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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臣 想解手 尿在裤子里 此刻 谁敢扇子后退 直接斩 啊 陛下 不是 臣 臣觉得这样实在是有失体统 那你就憋着 但是 杀敌就在此刻 若不想加人为奴 就咬紧牙关忘记恐惧 朕在这里看着他们 王爷 看得出来 这些鸣狗已经事先有准备 知道要避开我们的重箭 你说的没错 伯洛 一旦蒙古骑兵压制了两边的明军 汉巴奇逼得明军开了火气 你就立即先带着我大清重甲骑兵冲过去 冲乱着正面的明军阵营 扎 我大清的皮甲勇士们 待会随本贝勒 一起砍杀鸣狗 砍鸣狗 没想到 这些可恶的鸣狗 如此刁钻卑鄙 你带上你的人过去 逼这些蒙古与汉军八旗兵蹚过去 如果有敢停止不前置 就直接射箭射死 炸 马尔海贝勒 攻顺王孔友德 带着你们的人继续往前冲 蒙古八旗兵压制两翼 汉军八旗冲正面明军 为令者 斩 投轰偏雷 和您在所有的 应该就是李帅太所说的禁卫军 去考虫的慕里马所不牛路 应该就是被这种火器所击败 禁卫军居然到这里来了 这朱友姐 这一年来到里训练了多少禁卫军 伯罗 带八亚俩们回来 传令 重甲步兵出动 先朝两克射动箭 将盾车推在右侧 八亚俩骑兵 随时准备从两翼冲击前面的古明军阵营 几顿 撤 大家不要慌 慢慢有序后退 在剑奴的强大射准能力下 农民军出身的命中军 还是难以有与之对抗的战斗意志 也还是会被压制的无法反击 好在自己也没指望 他们可以反击满洲中甲部兵 告诉杨超康 这不是预指 让他考虑是不是可以让禁卫军的兵马 再前进五十步 提前做好准备 毁灭鲁军的撤退提供掩护 增举 前进五十步 王爷 还是我满洲勇士们更为善战 这些禁卫军最火气优良 但也无法与我满洲勇士的百步重剑相抗 现在两侧的明军已无占心 传令 除两侧各派一个牛路压之外 其余牛路转向 对付正面的明军 正面的这支明军看起来更为精锐 一个个锁着甲衣 明显比我大清白甲还要好 本王要看看 这支明军到底有多强 咋 陛下 这多多部的剑奴明显是有备而来 居然已经伐木做了盾车 陈俊文 这些剑奴一旦有了盾车 天下兵马难克其失 官军想要击败他 只能冲到盾车前 与剑奴肉肉搏血战 而我官军大多无此胆 只当年七家军余故 与川帝白甘兵和浙江兵 在混合时与之血战 才重创了剑奴 如今看来 我纪卫军要想击退眼前的剑奴 破其盾车变为第一难题 剑奴造了多少盾车 尼康和谭太部是否有盾车 剑奴这次来河南比较匆忙 兴许是基于我大明冠军决战 故而暂时只造了不过上千门盾车 强壁只能满足多夺的 正白旗剑奴使用 解尘的人回报说 去龙门的尼康没有带上盾车 即便是带了也无所谓 我剑内军 也不是没有做好克制盾车的准备 只是希望刘兆棋和弘扬子 只要因为敌军有盾车而不知如何应用 陛下说的是 禁卫军的重真101重型直射长炮 是可以破盾车的 王大班 军械总局是由你监管的 如果待会出现炮打不了的问题 也怪朕将你救地正法 陛下放心 臣绝不敢坏我大明射击